每年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出门旅游 那么可以去camping或者是vocation 那么这个时候你家里种的花花草草 怎么给它灌水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定时喷水的一个系统 那么很多家里可能有自动灌溉系统 那个自动灌溉系统呢 往往是针对那个草坪或者你的灌木虫你的树 但是你院子里面的种的花和草 它可能并没有覆盖到 那么我今天介绍的一个自动喷水系统 那么它可以对任何形式的一个花花草草都可以工作 那么设置也比较简单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自动喷水系统 它是怎么工作的 好这个定时浇水系统它就开始工作了 那么基本上它的覆盖的面积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如果有种的菜啊或者种的花 那么都可以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那浇水系统就会给它定时浇水 这样你出门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担心怎么给它们浇水 好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定时喷水的一个神器 这个构造呢还是非常简单 这是个定时器 然后呢这是个喷头 那个喷头呢它有不同的那个喷水的方法 那么比方这个是半圆形的 这个是一个方形的 这个像天里蒜花 那么这个这个像圆形 它有不同的那个喷水的方法 那你就看你的 怎样做你在你这里是比较合适 那个定时系统呢是这样 它现在是设置在off 就是它现在我把它关掉 那么这个呢就是自动 在设置自动之前呢 你首先要设置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么你就把这个时间它用加 或者减 那么就可以设置时间 然后这里是设置 开始的时间 比方你每天是晚上 这个是下午7点钟 或者7点0705 这个是下午7点钟 那么每一次how long 这个是每一次你灌溉多长时间 比方说是15分钟 10分钟都可以 可以加减 然后这个是 多长时间你要叫一次 你是一天还是两天 你都可以设置 如果不用的话 你当然放在那个off 那如果要开始用的时候呢 你就放在auto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自动 一到时间它就开始喷水 这个水管过来 然后呢 我这里有个控制 我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把它开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不需要 每一次开河关 都要跑到那个水龙头那边去管 我这里自己可以设置 开河关 基本上就有三样东西 一个水龙头的开关 一个是呢 自动定时器 一个是喷头 这三样东西呢 就是说到哪里买 我可以把那个link 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面 那么一旦设置好了之后呢 那么它每天定时到这个时候 它就会开始喷水 那么你需要做的是 你把你的所有的花花草草 都集中在一起 在它的那个喷水的覆盖范围之内 你要保证每一盆花都可以得到一定水量 这样的话保证你在出去休假的时候 你的花花草草不会因为得不到水而干死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和点赞